我的確 養掉 你等一下想一下下個禮拜上課的地點好不好 喔 好 不好意思 這陣子音樂比賽有點給他信心 好 別站太久 我印象中 我先來談談那個 我感觸良多的部分好了 當我到了邱媽媽 邱爾順媽媽家的時候 他很開心的看到 好像是手勢他兒子的一些朋友來看他 他很熱情的邀約到他的房間裡面 是老人家的房間裡面 那你看到他那個諾大的牆壁 就看到那麼多的照片 因為邱爾順有非常多的兄弟姐妹 那你看到那麼多幸福的照片 因為邱爾順的兄弟姐妹們 那各自後來組的一些家庭裡頭 就讓你看到他們的幸福美滿 那唯獨就有一張照片 就在團團 所有的那些照片 彩色照片的中間 唯獨有一張 還停留在過去的黑白照片 我那時候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老媽媽跟我說了一句話 她說 她不知道她能看到嗎 她的意思就是說 她不知道她還有多少年 還可以真的可以等到那一刻 她看到邱爾順回到家 拿香可以擊敗一下祖先 我聽到那句話 熟悉裡面就覺得 不行 我的責任很重大 雖然我的力量很渺小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的 那我來說說 之前曾經做過的一些東西 好了 一開始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是先來貼郵票 貼什麼郵票呢 寄給那個 國際特色組織的 所寄來的很多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國家的一些 有人們寄信給 修和順的那些信件 那時候看到 那麼多的外國有人的信件 然後我在做那個 很像那個 那個工廠線上的那個 在做的事情 可是當我在做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每當我貼一張照片 它就是一份力量 而且是來自國外的 那我心裡面還有一個OS 是何時我們在台灣 我們也知道 有一些人 他聽到的不再是 陸正案三個字而已 他也認識邱和順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是後來開始 寫信給名人 所以那時候我曾經 寫信給一些導演 也寫信給那個 廣播界的名人 那在寫信的時候 我會先做這些名人的 一些背景的 資料的一些 應該算是 他的資料的蒐集 譬如說 他可能比較 比較是 涉獵哪一塊的社會議題 所以我會針對這一塊 然後再 並排 就是說 合併那個秋暗的裡面 一些東西 來和這位名人 寫信邀約 也就是他關注的點 同時是秋和順暗其中的一個點 那我們試圖能夠邀約到他 那他能夠來認識秋和順暗 也在未來的我們要做名人的一些連署的時候 也能夠發揮名人的這一塊的力量 那再來就是 另外一塊是社會社區大學 不好意思今天可能比較大一點 那個社區大學的那一塊也是一樣 因為在和北部社大 不管新北或北市的社大 在聯繫的時候 有察覺到一些困難 那察覺到這些困難的部分是 第一個他可能對這件事情是無知的 那第二個 他一接電話馬上立刻就有他個人的一些批判 對於一些司法改革的批判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些狀況 你就發現你打不進去 那第一個我都 我還是都把它列入就是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的一個批判出來 那我就就教於對方 請問對方 那您覺得如果我們還要進行這個講演的課程的話 您會建議我們怎麼樣修改我們的提案書 那後來那個黃中豪先生 我們就是那個中豪老師 就把那個文字上面做了一些修改 那因為我那時候有提到 有一些社大他可能會對社會上一些議題 他才有印象 其實他沒有感覺 因為他不認識邱和順 可是他知道蘇建合 那甚至於他們也不知道什麼叫江國慶 所以蘇建合他可能知道 所以我們就從蘇建合的臉上面 然後讓他覺得 這是至少是一個媒體上面關注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從那個蘇建合案這一塊 來讓對方覺得 OK 我們可以來談一談司法這一塊 所以我們就是 逐步的在做社大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屬於這一塊 那還有一個部分是我個人的部分 我自己會寫信 每周我都會寫信給邱和順大哥 我也會邀約我自己的親人 我也會邀約我旁邊的好朋友 然後一起來寫信 每個人都來寫那個一周一信 感覺那是一種新的串聯 那有時候我們當可以排進去探飾 現在去探飾的話 不見得排得進去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如果排進去了 我覺得那個探飾非常重要的 當一個人被關在一個這麼小的一塊區塊 每天都過著同樣的生活 那那個探飾可以讓邱大哥覺得 他跟外界是有串聯的 我會覺得這樣子 他再是孤單的 當然我覺得我從來 我自從我見過他 我從來都不認為他是一個負相的人 他是一個具有正能量的人 所以他在裡面 他沒有那個固影自聯那塊 我相信一定有脆弱的時候 所以當有信件進去 當有人去探望他 那個都可以增強他的正能量 那當然他有遭遇到困難的時候 當那個晚上莫名其妙 六點以後就全部都沒有燈 像這種事情 我想可以對任何一個人 即使是無敵鐵金剛 都一定會有一些影響的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在這塊可以做 那這個是讓我們救援的對象 繼續有信心的繼續 他在裡頭 然後我想他 他會寫那個回憶錄 我當初聽到說 他已經在寫回憶錄的時候 我覺得他已經做好準備了 他已經做好準備就是說 他已經是 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人了 所以他已經做好準備了 所以我們在外頭 替他打拚的一切 都是在替他加分 那 嗯 我覺得冤暗不會離我們 非常的遙遠 那我想 心裡面的一句話就是 我們要呼喚那一些 一些周遭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人 不再無知 那 他能夠了解冤暗 那也能夠對苦獸 尤其你去探視過他以後 你感覺到那個 如果在監鎖裡面 去到監鎖就會很多的一種感覺 都會跑出來 他不太美 接觸到監鎖裡面的一些人的時候 你會察覺 那感覺很不舒服 所以 我們會對那些苦獸 很有感覺 那進而能夠來 救援 原愛 那這就是我內心的一個聲音 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易奕 我在學校教音樂 所以 像我這裡 跟同學在介紹 所有人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好可憐 我就沒有了 可是我會覺得是說 當一個制度他是死的 你一直不去關心他 你這個制度 就一直都是這樣不變 到你死了的時候 這個制度還是這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很開心 今天大家 來一起來關心這個制度 來 那個 促使這個制度的改革 呵呵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請梅林來介紹 我給你超厲害的喔 他打掉了給立委 打全部打了一輪 讓他們來關心 江國慶的事情 請梅林來介紹 就是講一下你之前 我還要把你 progressive 你 através一陣子 以及大一陣子